成光舞蹈衣 剪菜舞蹈表演 配置的輕鬆大人生氣的活動 開場 中部的都看得很開心 便宜也希望 這些中部的可以每天都這麼開心在這裡療養 有在這裡大人 裡面有比較失能的住民 他們家屬有時候有工作在外面 我們要讓他有家的感覺 所以我們每個月都會辦一個慶聲會 大家來同樂 慶聲會同時我們有很多慈善的 還有造物團隊都會來表演 比如說有的來合唱團的表演 有的來跳舞 現在我們聽到的歌聲就在跳舞 除了這個之外 偶爾我也會追著幾首Saskoong 來分享我們這些住民 這些來逛阿嬤 祝你生氣快樂 祝你生氣快樂 大家做會唱生氣快樂的歌曲 替這些中部的過生日 除了孤兒 台語 也還有歌詞版本的生氣快樂 他中跟阿嬤做會吃健能歌 就讓他們都可以身體健康吃美食 市長也來到現場 替中部的過生日 跟他們做會吃健能歌 做會開港 南投醫院我們的婚禮之家 每個月都會為這些長輩來慶生 看到我們現場有很多時代 雖然有的身體上比較沒那麼方便 不過呢 看到說 今天有我們的真善美聯儀會的會長 還有我們成光社的舞蹈團 大家共同來為這些長輩表演 跟他們歡呼他們的生日 因為民生也都非常開心 露出了我們看到這個久違的笑容 故事透過這樣的一個慶生的活動 讓這些長輩可以在這裡大鄉 互相的來互動 市長表示 台灣是一個充滿愛心的社會 有越來越多人都加進進行的工作 社會上的各社團也都很願意 關懷十多人 希望這份愛心可以繼續演算下去 記者各位賣 彩虹報道